嗨,我们今天视频报道有意思,我是金贤 来,我们今天七月十五 七月拔 有一句话说七月拔 不知道是谁 今天会拜好兄弟 而且都会拜得很蓬勃 这个七月 以前小孩都听着说过月 这个是怎么来 七月拔 怎么拜,什么概念 很丰盟的是 这专业 月熊文化的主编 他出过一本席 和台湾整个国 和杨佩颖,佩颖你好 金贤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各位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佩颖,你先给大家说 七月拔 这是怎么来 因为七月拔我们其实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道教的说法 那道教的说法 它其实就是在讲说中元节 其实是地关大地的生日 那地关大地 它其实就是从七月一号的时候 就把众鬼放出地府 然后让大家来民间享受祭祀 这是一种 然后另外一种是佛教的说法 佛教的说法 大家会在庙里面 就是会看到说 鱼兰盆会 它其实就是牧连尊者 要救母 因为就是大家知道说 传说它的妈妈 被打入恶鬼道 他想要把他妈妈救出来 然后在中元节这一天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就是中元节 有道教跟佛教两种说法 那台湾其实就是 融合了这两种 不同的宗教模式 所以会发现说 台湾的庙啊 在普渡的时候 都会直接写 中元渝兰盆圣会 就整个到農祖会就对了 所以mix的版本啊 農祖会 那是说我们一般口语 都说拜好兄弟 对 而且大家都注意 就是普渡的时候 普渡的是好兄弟 好兄弟不是一个 是一丁 S啊 对 是一群 所以大家注意哦 广告都说好兄弟 要拜扯钞 为什么要拜扯钞呢 是因为好兄弟 它就是一群一群的来 所以在民俗的概念当中呢 你物求丰盛 因为我们对于拜鬼的概念就是呢 我们希望他拜了 吃饭快走 不希望他老在家嘛 吃饭快走 宽带好就快走 所以我们拜的时候 注意一定要执钞 哦 要有心心啦 要这样让他感觉很麻烦 就很像我们在接待 远道而来的朋友 我常常就是开玩笑的 跟我的读者朋友们说 你就想象说 他是从阴间开来的很多辆游览车 你不知道他会开多少辆来 所以你在准备祭品的时候 也要丰盛 吃饭 所以广告说的是真的 一定要吃饭 要吃饭 像我们在家里拜公母 公母是自己的嘛 公母更不用环乐 因为就是 这就分两种 一种叫家谱 一种叫做行业谱 就是公谱跟家谱不一样 因为家谱是谱我们的先人 就是有点像是家计 对 我们大家出来有不公道 有公母嘛 那就是我们家历代祖先 然后我们在中元节的时候 其实也是让他们可以 跟我们一起胜中追远的概念 可是行业谱 它有点像是我们 譬如说今天这栋大楼 一起 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然后集合众人之力 然后洁净地方 在PODO的时候 它有个概念就是 洁净地方 它希望的就是 众鬼吃饱了之后 可以安心上路 大家听到那个名词 一定觉得很熟悉 就是吃饭 会得快来回家 吃饭就好来回家 像说中元 这个概念 因为我感觉 它是为心理 大家都很正式 有的PODO 什么都买得很多 是你早就买了 所以我们人对神鬼 人家说有神就有鬼 对鬼的看法 是很谨慎 还怕怕 你在做这个台湾的鬼子 你觉得真的有鬼吗 我当然是要相信 它是一个存在的东西 我认为就是 它是一种文化的存在 而且刚才就是 静心有讲到就是 台湾说有神就有鬼 有山就有水 所以它一定是有 那只是我们每个人的 感应能力不一样 没得见到 没得见到 那不知道 我们现在说这本书 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 不是 它是中央研究院 对我们研究院 民族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是林美荣老师 他做的 他有研究 他也说 这个鬼子 像我们台湾的鬼子 也有我们的卡特鲁 有很多种类 对 像我们也有说模型 其实这本书 会有这本书 要感谢模型 怎么说 模型来说 我会出售吗 因为老师 最刚开始的研究计划题目 是模型 然后他就开始访问 很多 然后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才发现说 好多人都把模型 跟 就是我们说的鬼 混在一起 是不同的吗 不同的 因为其实模型 或者是我们讲的阿飘好了 现在大家比较流行说阿飘 其实他是 在我们的档案报告当中 他其实很多是 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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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其实是 人变成的 所以他定义其实不一样 可是就是 要从模型 那个计划出来之后 才有后面这么多 鬼的故事 可以告诉大家 所以这本书 林美荣老师 研究院本身是 开始要做模型 对 哦 越做越看 对 所以说 照理说 我们本来说模型 我觉得跟 拍米荣没说差很多 老师的定义当中 他会觉得 差很多 所以你才刚才说模型 是 山津水怪 那不就要去山洞 比较有看 对 因为他其实是 主要是 在山里面 然后他其实会反映 人类的远古生活 而且他 比较常出现的 就是捉弄人 老师会说 他其实就是 在新闻里面看到 会带去 山洞 带去 虎兵 带去 吃草莓 还是 吃骨骰吧 老师常常说这个 他问过很多人 都是 哦 带去吃骨骰吧 哇 这年车会冲敌人 对 但是 全买 全 在 这样冲敌 你总是 当中 好 怕到 这样而已 哦 所以其实 这样说起来 这个 模型 动作 比较多 他要带你 做什么 所以有人说 山洞 走走就 扬起了 迷路了 这就比较像模型 那现在 红衣小女孩 那算什么 红衣小女孩的话 就是 电影剧组 说他是 模型 可是我们的 定义当中 觉得他其实 比较像是鬼 就他是 广义的鬼 因为他会出现在 人的家里 然后已经进到 都市里面了 所以他其实 已经不是那种 黑黑小小 山津水怪 所以山津水怪 他没有地域 他的区域 他比较像他山洞 就对了 对啊 像实际 那边就 很多模型的故事 这样 我很严重 是这个 乐壮文化的主编 我叫杨佩颖 佩颖 佩颖呢 他出一本 找到台湾 整个国 整个国 所有的来源 是中央研究院 的美容 研究员 所以 为研究模型 和整个国 你自己在 说 编着这个书里面 你觉得 这里面 会跟我们的文化 有相关吗 你说美国人 也有鬼 也有万圣节 是不是这个鬼 的形塑 跟我们的文化 有相同 有影响 其实我们 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台湾的鬼 它其实就会出现在 生活当中 因为譬如说 我们分类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区域 譬如说 便宜 没对 好好 这都是台湾才有的 这是比较专业 出现鬼的地方 就是 鬼的专门户 然后 比较多会 告诉我们 鬼故事的 有什么呢 客人家书记 客人家书记 不知道怎么 就是 就会回到鬼了 对 可能他是不是在外面活动 时间长 还是他也听了多 对 这几款就是 台湾比较长 然后又跟别人 比较不一样的 然后就 在分类里面 我们就觉得 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 地方没有本 这三个地方 是比较鬼出户 出现 鬼出没 人没有本 司机大哥 应该是说 老师访问到的 司机大哥 比较多 因为他比较常做 客人家 然后客人家 书记 不知道怎么 都有故事 常说 那如果 像说 这个 我们说 拍名 这个鬼怪 你有人 拜 到没人 拜 还是说 拜的意思 真的就是 给他 比较正经吗 这个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 分法 就是 我们的定义 老师有一个 给我们一个 很明确的定义 就是 什么叫做鬼 人死 就是鬼 但是这不是 孤魂野鬼 孤魂野鬼是 没人拜 这是孤魂野鬼 所以我们现在 在拜的好兄弟 其实是 孤魂野鬼 的集合体 就是没有人 拜的那一群 因为其实我们 家里的祖先 他写入 公妈牌之后 他就是有人拜 有人拜 就不会变成 孤魂野鬼 那如果是像 几种例词 这种变成了 有应公 然后像什么 百姓公 这一种呢 就变成了 阴神 所以 他是不是 孤魂野鬼的定义 就在于 有没有人拜 所以很多人在意说 像台湾很多俗艺人说 有人 在不在意 香火 这件事情 就在于说 因为在定义当中 有没有人拜你 就跟你 会不会成为孤魂野鬼 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 如果坟墓之后 大家之前在吵说 那三代之后 还不是没有人去 扫墓吗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你只要写入公妈牌 就是它上面会写 插家历代公妈 你就在里面了 所以说是 他入这个集 他比较重要 说阿伯 因为是谁 我现在两代就没有 有三代 摆在那里面 最重要是要有写 对 这个论述也很清楚 如果这样 怎么说 有什么禁忌 有的人就说 他很容易看到 这个我们就是 有分先天跟后天 就是先天的话 其实在台湾民俗当中 有背你较轻 那个就是你先天的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 灵异体质 可是灵异体质 就是老师说你灵异体质 同时也等于你 比较容易修 就是你比较好修行 那后天的呢 也分两种 一种是你 现在身体质败 噢 起败 一种是 那是另外一种 就是你真的 现在是在生病 生病 生病就是一种 然后再来就是真的 刚才静前讲的 你起败 云败 这是一种 就是先天跟后天的 分两种 然后怎么预防呢 其实台湾有一种就是 东西呢 叫验圣物 验圣物 大家听起来 一定觉得很难很难 对不对 没有 其实大家每天都会看到 像商家在挂在门口 什么山海镜啊 就是那种八卦镜 那种是外面的 然后人身上的佛珠 平安符 玉佩 这种都是 就是其实我们 平常就可以随身 携带一些 补贫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你保持正心 这样就好了 这可能比较容易做到 对 因为乍当乍筛的 没记得 因为我们其实 鬼就是人变的 他没带没机 要走出来跟你 抵径还是冲 就是很多时候会遇到 其实很 就是你 闻较不好 所以真的人家说 很衰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 气温较低 较低的时候 所以这个在 李美容教授的 研究里面 这都是可能的 对 因为这是我们 从很多台湾民间 习俗当中 就是台湾人 是这么相信的 对 我相信很多人 这样想 就是 我们这边 主要是要跟大家说的是 台湾人 信什么 对 信什么 民族 看到台湾人的 冥想 世界 人家说 宁可 信其有 不可 信其有 可是有的人就说 我这个人 就是TK两个 所以我们书里面 有提到说 对 很多人TK 可是你TK 不代表你可以 挑脱生死 你TK的人 你还是要面对 死亡 你TK的人 还是会遇鬼 这样 像说 我们台湾的民间 就像台湾人的鬼 有什么 我们台湾人的鬼 有没有 很经典 台湾人的鬼 像说 拿刀记 拿刀记 拿刀记就是一个 很经典的 在描述 那个清末 的时候 就是 登山鬼台湾 相关的故事 然后它的背景 就会告诉大家说 那时候经商 然后经商失败 然后孤儿刮目等等 对对 可是它就有一种 劝人为善 教化的意义 就是 跟大家讲说 就是不要随便抛弃 不要 放在家 他会来找你 但是 拿刀记 它其实也不是 家 它是 女朋友 它是 她是她的先夫 过往之后 她跟她的好朋友 在一起 她就相信了 她先生好朋友的 就是一面之词 然后就把钱财都给她了 然后她的好朋友就是 经营张脑跟 就是把张脑跟糖 然后卖去香港 赚钱之后 回去汕头 然后在那边又另外娶了 老婆 生了小孩 然后 零头姐在台湾就是 用完了钱 然后先把自己的大儿子 跟二儿子掐死 大儿子跟二儿子 先死 饿死 冻死之后 她在某一个雨夜 把自己的小儿子掐死 然后再上吊 再零头树 然后就再来就 大闹零头树 接着就是 跑到汕头去 附身在那个 周亚 周亚斯身上 然后再杀掉她的 太太跟自杀 哇 所以严格说起来 所以严格说起来好像也不是 糟糠之期不可气 但是就是会反映那个时候 就是唐山过台湾的辛苦 因为她的先生也是 就是传难死亡 这样 所以说 这个故事 说起来说起来很恐怖 但是我们一般可能不接触到这么刺激的 例如我们经常说有的说去松树 这个人嘛 都是一个人情事故 有的说会去刷到 还是说会去怕到 这个都是存在的 对 它就是一种 老师的专有名词叫做 这是一种文化的实存 就是不管你相不相信 它都是有 那台语有说 问到 刷到 还是怕到 就都一样 要去想怕 那你要怎么处理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民俗疗法 比如说 像里面就会介绍到说 你可能可以去商家捡香脚 回来就是 你可以告诉他说 你不好意思 然后捡香脚回来 烧化之后喝掉 或者是去你熟悉的庙宇拜拜 受惊 甚至是到行天宫 或者是荣山寺这种 正神的大庙 去走一圈 就会好了 它其实最重要的是 安定你的心灵 就是你的心安了之后 其实你的身体就会好 所以人家说万物犹新 你的心肝是清静 还有 没做到的事情 正念 就可以比较 没去遇到 那个有遇到 他说如果你说有遇到 例如去山顶 遇到模型 他未必会要你的命 不一定 不一定 看你开败到什么程度吗 就是看他 有时候是看 当下他的心情吧 就是不一定 就是田调里面 他有的就是 真的有遇到 模型 然后砍起就 没回来 也是有砍起又回来 都是有 但是如果你遇到 摩西娜 他有的说法是 你撒泡尿 就可以解决 然后有的说法是 你可能就是大吼大叫 或者是唱歌 还是念佛号 他其实有一些民俗的方法 但是就是要看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也不知道说到底 因为没有办法验证说 他的那个 达成比例有多少 就是这个研究里面 他也有文化性 他也有很多 也是问人 所以说 这是一个 记录说 我们台湾人 这样相信 当台湾 这是 你刚才说 我们不是说这是买性 但是这是一个 真的就是 很多人相信的 这个事情 因为这里面有百万 都是老师去问人 然后 这些人跟老师说 他如何遇到 啊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给他 涉下去 这样哦 像说 现在老师 很多人会去 收水嘛 那收水的 有什么水鬼啊 有抓交替啊 这好像比较属于 这个范围 对 这个是比较 特殊 而且比较特有的 就是 在 研究当中 会发现说 水鬼比较壞 这样哦 对 过分等级哦 对 水鬼就是比较凶 然后 虽然水鬼 常常会变成什么 水鬼变成黄啊 有一种啊 就是水鬼 如果不要抓交替 他就会变成黄 可是 其实在老师的研究当中 其实水鬼比较凶 他会比较 想要去 把人 摔下去 所以水鬼变成黄 是水鬼 想说 想说 跟你说 好好说 你一定不会疼 对啦 你就想要去嘛 对 然后 鬼变成黄 跟你说 有鬼了 好 好 跟你害怕 你就不会去 所以说 所以说 配音 这样 是鬼的故事 不是哪个故事 跟 有的是算劝人向善 还是说警示 小孩 那些 其实这跟文化 也算都可以白做会 对 因为它是 最后就是反映 台湾人就是 他想要关心你 但是他不知道 怎么说 不知道怎么管理 只好跟你说 那有鬼 就像一个鬼子 够出来 那参有鬼 好 我知道 我去白时 我不管理 跟你说 那参有鬼 你就会 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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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像现在 七月份 今天算是 最高 再来 八月之前 还有一个 关起来 真的七月份 要注意 应该是说 台湾鬼 一直都在你身边 这是说 因为孤魂野鬼 就是 白人家的公妈 就是人家的鬼 对不 对对对 没识分 没识分 就是陌生人 对啊 这样说 你就知道 那个鬼的概念 是比较 特别的 就是 别人家的公妈 是你家的鬼 你会说 我就是日常生活 我不是很想 我觉得它其实是 我觉得它其实 就是一直出现在 周围 只是跟我们 是不同的 区域 这种概念的感觉 有的人说 我们一个空间 几度空间 没想象 那它可能生活 在另外一个空间 我就觉得它其实 也没有那么想 要看到我们 我都会这样觉得 我小时候 我妈妈都说 怕人不怕鬼 她说 人 派人比较多 这是真的 不过呢 今天也很开心 我想这个 岳雄 文化主编 这个杨佩颖 佩颖 很清秀的 一个女孩 不过呢 这个编起鬼的书 我刚刚看了 看了几个故事 还蛮恐怖的 其实没有啊 它真的就是 很生活化 它里面很多就是 有些读者朋友 看到说 怎么这么大 因为那就是 人家怎么说 人家怎么说 对 就是真实撞鬼经验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像现在七个 有人说 那你不要去医院 探病 你才刚才你说 医院也是一个 出现的主流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因为我自己有 亲身撞鬼的 就是会有经验的朋友 他说 一个是医生 他说他真的在医院里面 看到很多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有特异体质的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这是我个人经验 就是要先跟听众朋友讲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他说 他就提醒我说 你去医院的时候 不要坐太大台的 电梯 特别是可以 把整台 电 那个病床 推进去的那种 千万不要做 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那个 就是推大体的时候 有些魂会 跟着 然后没有走 掉 然后他就会跟着 一直在那边徘徊 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 朋友告诉我的 他们的实地经验 他们的温馨提醒 温馨提醒 所以说 他有很多的生活习惯 还是说 我们自己的信仰 都相信 不相信 当然他就多多少少 决定我们要怎么做 不过我想 他刚才 我觉得佩颖说的是 其实我们台湾人 共同的 灵异 的想象 你如果说 要听 一定有很多类似的故事 那这个是 林美荣老师 很花苦心 收集来的鬼故事 我们刚才挑 七月十五这天 要大家分享 这样气氛有好吗 好 你如果有趣味 可以看这本台湾 整个国 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记录里面都有 有 好 那谢谢佩颖 这喜欢吗 谢谢静贤 明镜